你怎么了 你 你也死我手上 我 这怎么会有什么功夫 你欺负的歌 想趁自欠我 想趁自欠我 你可看来醒了 醒了就 醒了就 这记者还在那儿守着 实时直播 十三万多人在看 你看什么时候打110吧 沈总 我觉得这个事 咱们能不能缓缓 你看啊 现在多少家记者 在为咱们义务打工呢 郑博序的热头榜 直接从三十二名 直接奔到第五名了 免费炒作不也是炒吗 我总觉得这个事不太体面 对它形象会不会有损害 我认为 只要够红够火 够无关注度 顺势咱们给它推有新曲 多好的事 行吧 那提升它的话题度 保证它的热度攀升 得嘞 那110那事我先还还 还还还还还 好了 我赶紧通知欲红 这个马上报警了 先别打电话 挂了挂了 怎么了 通过我的聪明才智 我已经说服陈总了 我们俩现在是运筹不由我 决胜千里 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说点人话 郑总啊 很高兴接到您的来电啊 说才不好意思啊 忙一些事情 把咱们的谈的合作项目 给耽搁下来了 我就是想问问你 下周有没有空啊 想约你吃个饭 您找我 没空也得有空啊 好的 好的 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谈的几点建议 非常好 娱乐业的发展 也非常有前景 我觉得我们的合作 还是可以谈下去的 你是行家 我想多听听你的建议 好吗 不不 您太客气了 非常期待跟您见面 咱们下周见面聊 好的 好 那就说好了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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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现在不是搞围堵吗 我们就顺势来个反向炒作 一楠 陈总 陈总 正好你们在 我跟你们说一下 郑伯旭的宣传 必须维持正面的形象 正面 他必须要成为优质偶像 成为我们星空娱乐的明日之星 知道吗 知道 好 记者围堵那个事情 现在赶紧给我解决 好嘞 你刚才干吗说反向炒作 那不五分钟前垫的调子吗 这不五分钟后了吗 这叫计划没有变化快 与时俱进打电话 走 走走走走走 你让时间了 您您不能不让我们 好歹让我们问两句吧 您再采访一下吗 您这 您慢点 您慢点 我们又不是违法乱纪 怎么警察都来了 这也是我们正常工作呀 对啊 是啊 你们这些做记者的 采访有个限度 主持家门口采访 人家现在门都出不去 这像话吗 撒了吧 撒了吧 大家都撒了吧 别在这堵着来 那 闹着点 都来干嘛吃 你干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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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这不是过来看看你吗 怕你一个人在家太寂寞 过来陪陪你 你怎么想起来 回家住了 是不是和天昊吵架了 我是听医生说 您最近新疆病又严重了 是不是没俺吃吃药啊 我的身体啊 我心里有数 你回来不是为这个吧 多好的机会啊 一群记者堵在门口 等着采访你 这都是资源啊 传递信息的资源 你就这么浪费了 你亏你读那么多书 就知道炒作一点底线都没有 怎么叫炒作呀 记者要的是信息 你是信息员啊 你可以选择提供什么 不提供什么 主动权在你手里啊 对不对 这叫大众传播学了 一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 从小都告诉你多读书 你啊就是要贪玩 有空要多看浪板 关于传媒的书 要掌握如何将信息 传递给受众的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 如何掌握主控权了 你太啰嗦 我告诉你 他们就是要往我身上泼脏水 他们问的都是子虚乌有的问题 你老是跟我秀你那智商 你就是拿你的长处戳我的短处 你一点都不道理 你是我姐吗 你一两姐什么都没说呀 你就先承认自己智商捉机 有你什么事吗 你插什么嘴 我怎么每次都 你干嘛老气不认的小姑娘 你看你没多皱的 长皱纹了我告诉你啊 回头智商没上来 把颜值拉定了 你要是真的没有办法对付那些记者 还有一张 要不然跟我出汤国呢 下个月我要去趟美国 参加蓝神通灵国际珠宝展 你去帮我忙 我保证那肯定没有人认识 谁跟你吃美的 我觉得在国内待一天 就是一副死傲娇 见了棺材 你不跟罗里 文文接受采访了 请问网上报纸你和郑伯旭的恋情是真的吗 你有什么话说 这谁啊 一个想当他媳妇没当成的 你吃饭 请问网上报纸你和郑伯旭的恋情是真的吗 你吃饭 你有什么话说 这个嘛 博旭有没有回应 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在等郑伯旭先承认恋情 请问这是不是你跟郑伯旭聚间的协定的 真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回答 这 这女的和你一样 我还想 真的敢说 这女的用心也太陷了 是啊 她这么说就等于承认有这件事了 对 郑伯旭不会真的跟她有一腿吧 不可能 不可能 郑伯旭眼光那么高 能看上她 是啊 我旭哥是什么人 这还真不一定 一物降一物 说明郑伯旭就好她这一口 好能 好能 真不中口 开什么玩笑 那瓶也太差了 对 旭哥那么帅 他这样 怎么可能会看上他 我可看不下去了 我也看不下去了 你看她穿得这样 真的受不了 这女的背后肯定有人指着 欲擒故纵 我许